刚才好悬一个代码就进无限城了 还好反应快啊 哈喽各位 亲爱的关注老爷们你们好呀 我是面包 然后这一期不出意外的就是完结片了 本来想开局就进无限城干无惨的 但突然想起 这个系列还有些特殊的这轮岛没有介绍 一共八个啊 在原著中就没有出现过 应该是模组作者自己原创的 看起来挺有意思啊 所以耽误大家几分钟 小小的看一看啊 首先是这把名叫三角形的岛 它的呼吸法是在天空中画一个三角形 让我想起了有个叫王者荣耀的游戏 其中有个英雄貌似也有这个技能 然后接下来就是影之呼吸 技能没什么特别的 伤害不高 挥出的剑气也是乌西马黑的 跟那个眼从成了惊似的 下一个是冰之呼吸 也没什么好说的 呼吸法和字体不错 就是用处不太大 拿着这把刀去讨伐 估计能没那些反派笑话死 然后接下来这三把 看起来压根就不是刀啊 第一个 华之呼吸 技能招式啥的 和上弦之三一波作一模一样 只不过改成了人类可用 颜色也换成了蓝色 没测试啊 但我感觉杀伤力一定很惊人 然后就是血之呼吸 这个技能看着很眼熟啊 应该是上弦之六 祭福太郎那把 又是一个血鬼术改日轮刀啊 技能很单一 不太实用 接下来是一把连刀 死之呼吸 这把和之前那些可就不一样了呀 轻轻挥动都是特效 屏幕上飘满了黑烟与骷髅 而且它的技能也很多 如果能给它附赠荷刀 真是一把可以拿上战场的神兵力气了 至于这把呢 感觉它就是来搞笑的 或者说它是把彩蛋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谁家正眼玩意儿里藏彩蛋呀 今日听点了咋的 最过分的就是它的呼吸法 比我高好几个头的炮着 假如说把它带上了战场 用它解控 还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最后一把 是我这个系列最喜欢的日轮刀啊 外形酷似关二爷的青龙眼月刀 光是拿着它 气势已经max了 可惜的就是呼吸法比较少 不然呢 真就成为我斩杀无惨的首选了 行了 一共八个扩展日轮刀介绍完毕 不多废话啊 咱们直接传送无限城吧 代码呢就是这样 赵超就可以了 懒得打的也可以像我一样啊 百度一搜就出来了 OK 传说中的无限城 只不过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小黑呢 范围不太大 但建筑是真的多呀 无残已经刷出来了 然后我站的这块是无限城最大的建筑 不出意外的话 最终boss果然在这啊 500滴血是吧 咱俩的血量5开呀 你比我多干啥呀 好家伙真抗揍啊 火雷神才叫一格血啊 那就换成日之呼吸 它可不是吃素的呀 哎 怎么还把帽子给打掉了 为什么有种让子弹飞里 汤事业的即时感呢 大风起夕云飞扬 安德蒙是夕首四方 屁股挂树上了 不疼 行了不闹了 这小子尽快解决得了 打完直接世界和平 还有就是 他和我都是鬼 而且他还是母体 为什么我打他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呢 班纹开解 哪里有趣了 哪里好笑 你把生命当成什么了 nice啊 无惨还是厉害的呀 相比那些什么上弦下弦 至少他能打得动我 还有无惨都得猛 我和他到底谁是boss 比他还扛揍是吧 按理说成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全部完成的 只不过作者做到这就断更了 而且还有一大堆bug成就 任务完成都不能解锁 所以咱们需要一串代码 OK 瞬间解锁全成就啊 我有个疑问 气国严肾和无惨 他俩到底谁更厉害呢 今天就用生物激怒棒来测试一下啊 我感觉严肾会被压制 黑正套不像我 黑白通吃啊 哎呀 压制的有这么惨吗 这才极妙啊 太厉谱了 lifting although 刚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